大家好,我是王群光医师 我制作了21集的中华自然医学食物防病治病讲座 现在是讲第四集救命饮食 也就是断糖生酮饮食 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叫做正常饮食呢 正常饮食就是依照母乳成分比例的饮食 也叫做长命饮食 也就是长糖生酮饮食 其实长糖生酮饮食就是一种均衡饮食 正常饮食,不生病的饮食 叫长命饮食 我们在第二集的时候有谈到 那我们看一下 妈妈生小孩的时候 它的这个母乳里面的成分是碳水化合物占46% 脂肪占47% 蛋白质占7% 所以我们正常的饮食就是 碳水化合物占50% 脂肪占40% 而这个蛋白质占10% 那我们现在要讲的断糖生酮饮食呢 就是在最下面这边 淀粉占热量来源的很少 大概2%到10 那油脂反而很高 可以占到60%到75% 葡萄糖这个蛋白质也是比较低这样 这个是我们讲的断糖生酮饮食的这个定义 有关什么叫做生酮饮食 事实上是这样 因为我们人 葡萄糖可以直接 淀粉变成了葡萄糖可以直接代谢嘛 那么这个 脂肪酸 它一定要经过肝脏 12个胎以上的脂肪酸 经过肝脏 变成酮体 才能够燃烧 就是生酮 看你是生酮还是生酮 我本身呢 是一个长期执行严格的断糖生酮饮食的人 我不但是自己做严格断糖生酮饮食 我也要我的患者 尤其是大部分 中西医治疗都没有效的重症 不治治症的这个患者 来吃断糖生酮饮食 所以我把它叫做救命饮食 就是这样 因为我本身 以前吃错了 我以前吃素食吃了十几年 都是吃米饭水果豆油脂吃的非常非常的少 其实我现在已经后悔来不及了 那个是一个错误的饮食方法 事实上我们的油脂应该占40%50% 50%都不会多 其他水果卖米面之饼反而要反过来 左边这个是打叉叉的 右边这个才是对的 油脂应该占大部分 那我本身 我是西医出生 我以前在江湖病房外科麻醉科急诊科待了25年 后来因为也是生病了 就是生了很严重的病 糖尿病 后来改做这个自然医学 因为我本身糖尿病是非常的严重 吃了十几年的素 结果糖尿病一发 还有四网膜玻璃 血糖就高到1000了 糖化饭前500 饭后也差不多1000多 糖化血色素正常是13.5% 正常的话是6%而已 那当然我后来是吃药 打针都没有效 那我去问我一些做这个 内肺面糖尿病的朋友医师 他们都跟我说你就等吧 这种情况大概瞎眼洗肾 截肢跑不掉 他们很冷静的跟我讲 那当然我是要求生 我就找到了一个 断糖生酮饮食治疗的这个方法 来治疗自己 那我现在完全可以不用依赖西药 用断糖生酮饮食 来作为我自己的一个治疗处方 所以我对这个断糖生酮饮食 特别情有独钟 不但自己这样吃 还告诉我的患者可以这样吃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细胞有粒线体 粒线体就是等于细胞的隐形 细胞的隐形 这个隐形它是燃烧什么呢 就是燃烧葡萄糖跟脂肪酸 那我们如果比例不对 这个整个出来的这个ATP 这个整个都会有一点不大正确 我们粒线体就是燃烧葡萄糖跟脂肪酸的 那如果我们燃烧过多的葡萄糖 它会产生比较多的酸 6.3338个ATP跟被6个二氧化碳除 6.33那么燃烧脂肪的效率比较好 它的燃烧脂肪酸的效率比燃烧葡萄糖好了27% 可是呢我以前大量的吃这个 呃 淀粉吃错了 还有就是油脂吃的少 那么油脂会怎样呢 油脂这个我们有60兆个细胞嘛 细胞膜都是脂肪做的嘛 你看我们的这个脂肪 细胞膜这个是细胞膜 细胞膜不是死的哦 它是活的 它会一直动 它会震动的 你油脂吃的不够 这个细胞膜就会变硬了 那我们肠胃道也是一样 你如果我们肠胃道 油脂巴到肛门有三层楼高 肠黏膜呢 分开来 大概有好几个足球场那么大 表面积 那我们的肠黏膜 它就是有两层的这个细胞膜做的 这个细胞膜就是两层的油脂 你看我们的细胞膜是柔软的 很软的要动的 Omega 3够的话 它就会比较细胞膜会动 它会让好的东西进来 不好的东西不让它进来 还有就是药会主动运输 不好的东西排掉 好的东西吸收进来 这个就是我们细胞膜很正常的 很正确的功能 如果你油脂吃的不够 你这个细胞膜就变笨了 就是品质不好 把关的能力不强 还有我们身体所吃下来的这个饮食 被吸收到身体里面 最后会经过膀胱排出来 那膀胱排出来呢 首先要由细胞里面 排到细胞外面 所以说这个尿 看我们的尿就可以知道 你到底有没有在把细胞里面的酸排出来 这个细胞 这个细胞膜如果不够好的话 它排酸功能是欠切的 酸就会累积在细胞里面 所以呢我们的细胞正常的酸减值 就没有办法 7.2没有办法维持了 细胞内就变酸 所以测我们的尿液 你的尿如果变碱的话 那么你的细胞里面就是酸了 这个很重要 还有自由基也是一样 自由基跟酸是一起长出来的 你的酸排不出来 自由基就排不出来 这个红色的是自由基很多 透明的是很少 这样 那酸跟自由基累积呢 会产生哪一些疾病呢 就是这个 主要就是各种疾病都有 癌症是最严重的一种 过敏啊 自力神经失调脑神经发延 代谢症候群 我是主要就是代谢症候群嘛 血糖高 还好我没有长癌症 还没有自体免疫疾病 我们一个 一部车子如果长期加搓油的话 车子一定会抛锚嘛 那我们人体也是一样 立腺体 如果你长期给不对的燃掉 立腺体也会坏掉 那我就是 大量的吃这个淀粉 吃高糖饮食 所以只好一辈子吃这个 断糖饮食 我吃断糖饮食已经很多年了 严格断糖生酮 下面是我的一些体验 这个是我的早餐 我早餐是不吃 不吃早餐的 我喝油 这个 Omega 3的油 10cc 或者15cc Omega 9的油 这两种 Omega 3 跟Omega 9 然后再吃一点 这个 MCT油 然后呢 大概40cc的油 再加这个 桑叶粉 加桑叶粉的目的呢 就是要 让这个 油 融在里面 变成比较不那么腻 还有加一点Beech 加一点这个调味的 这个杀鸡果汁 然后再加这个甜橘 甜甜的 变成一个果汁 很好喝 然后把它摇一摇 晃一晃 然后再加水 加那水呢 再摇一摇 再喝下去 这样 这个就是我的早餐 我一个早餐就喝掉 40cc的油 等于94-36 一公克的油 会产生9卡的热量 那么就是360卡 360卡就等于 差不多一两碗米饭的热量 那油我们可以分为可见油跟不可见油 可见油就是 看得到的油嘛 你眼睛看得到的 里面没有淀粉 没有碳水化合物 也没有什么蛋白质 那不可见油呢 就是藏在食物里面的油 那我们一天的可见油 大概要1cc以上 大概可以到1.2 1.3 1.5度 没有关系这样 不可见油呢 大概每个人都会吃到嘛 大概会吃到20 30cc这样 所以Omega-369 我一天是吃到100cc 可见加不可见 那到底100cc会不会过多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像我70公斤 一公斤体重要30大卡 的热量一天 我一天差不多要的热量 大概是2000大卡左右 2000大卡里面40% 最少最少40%要来自脂肪 所以是800大卡 应该来自脂肪嘛 800大卡要有多少的脂肪供应呢 要除9 就是90公克嘛 那我吃到100cc的油 表示说我一天 有900卡是来自于油脂 那么900卡被一天的总需要量 2000除的话等于45% 所以我一天的油脂 最少到45% 当然有时候还会更高 甚至到60 70度油 所以这个断糖饮食 我是看我的体重 我基本上是完全没有吃 不能吃任何淀粉 那么就看看体重 如果体重减轻的话 就多吃一点油这样 像这个午餐 就是吃这样 蛋的话 60公克的一个蛋 含48公克的水 蛋白质占6% 这些豆腐啊 什么淀粉 这个都有 有一点点 可是蛋白质也蛮高的 这样 如果说有 吃素的就这么吃嘛 如果有吃肉的人 一天大概这个肉两片 像一天大概 鸡腿 一个 一个鸡腿就200公克 200公克 它差不多就占 那个 有40公克的 这个 蛋白质 像我来讲 我测试一下自己 我如果 这个 这个尿 尿 中间这个是 这个是 pH5.5 这个前面是蛋白质 中间是葡萄糖 你看我 吃饭之前 吃东西之前 我检测是没有 没有蛋白质 可是呢 有一次 我就是测试 来吃一点饭看看 那么我吃了饭以后呢 吃半碗呢 也就是吃不下了 我的血糖 尿糖就变成两价 所以我 我已经这个 引擎 烧葡萄 它引擎已经坏掉了 没有办法再燃烧 没有办法再燃烧 这个葡萄糖 我们来看一下 断糖生酮饮食 哪一些东西 不可以吃的 大家看这个 stop不可吃的是 sugar 糖 任何含糖的饮料 运动饮料 巧克力蛋糕 面包 糕点 奶油 冰淇淋 早餐麦片 都不要吃 还有淀粉 古物呢 面包 米 马铃薯 地瓜 炸薯条 麦片 粥 这些等等 还有加工油脂 不要吃 甜菜根 这些 碳水化合物很高的 这个淀粉 都不要吃 完全可以吃的呢 就是 肉类啦 蛋啦 还有各种 绿色的蔬菜 长在地上的 这个蔬菜 一些茄子啦 芦笋啊 芦笋啊 橄榄啊 橄榄啊 柏菜啊 这个蘑菇啊 黄瓜 生菜 这个都可以吃 不要吃太大量 每种选一点点 乳制品 还有坚果跟种子 这些都是完全可以吃的 最好少样 多样化 不要一种太多 那么偶尔可以吃的 就是说像根莖类啦 山药啊 胡萝卜啊 一点点 还有水果呢 比方说 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吃 比方说 你本来一天吃一斤的 可能就变成吃一粒了嘛 番茄啊 还有酒精 那种甜的酒 就不要吃嘛 如果要非喝酒不可 就喝一点点嘛 还有就是那种 没有放糖的黑巧克力 偶尔可以吃一下 这个就是 可以少量吃 跟不可吃的 这个断糖生酮饮食 这个食物这个表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我想很多人都得到病之前 应该都是有细胞内酸中毒嘛 我们叫做intracelular acidosis 就是细胞里面的酸 应该是 酸减值应该微减性7.2 可是呢 生病的人 应该都是先细胞病酸 那么所以我们讲 百病同盐 百病同疗 几乎所有的疾病 都是同一个原因 就是细胞内累积了过多的酸跟脂油脂 比方说这个过敏啊 智力神经 失调脑神经 发炎 代谢症候群 癌症 全部都是同样的一个原因 既然原因相同呢 也就是治疗方法相同 全部都给我断糖生酮饮食 还有吸氢气 还有奈米光能热疗 这个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是立腺体里面的这个 这个两个水 两个氢 加一个氧 叫做H2O 这个水 如果你这个 生成水的机制不好 这个叫做自由基 自由基呢 就会伤害到我们立腺体的这个膜 产生这个漏电 立腺体就坏掉了 这样 后来呢 我找到一个方法 对这个修补立腺体啊 或者排酸排自由基 很有效的 就是氢气 所以电解或者离子 脂子交换以后呢 会变成氢跟氧 把它吸到身体里面 又再变成水 你看我们的这个气 这个管 它就会产生 电解以后 产生很多这个氢气 那么这个氢气呢 它对这个 这个自由基是有专一性的 专门就是 这些好的活性氧 它不会给它弄受伤 它是专门处理这个不好的活性氧 我们叫做自由基 比方说 这个铁一定会生锈 氧化 那么你灌进去 加了水 再灌氢 它就不生锈了 所以氢是一个 非常好的这个抗氧化剂 比方说 像这个OH 就是上面这个OH 它是自由基 可是你加了氢 它就变成水 可以把坏人变好人 所以我们把氢吸进来 就会把这个 就产生很多很多的水 有时候还可以充电 所以说 我本身就是用这个断糖 生酮饮食 来做一个临床的这个应用 治疗 不治之症的最佳的配方 哪一些叫做不治之症呢 就是 医生跟你说 这个不会好了 要吃一辈子的药 这种 没有吃药就不会好 不能控制症状的 我们都叫做不治之症 这个常常就发生在这个脑细胞 过度利用葡萄糖 还有脑神经细胞 无法利用葡萄糖 或者是癌症患者 或者是细胞内酸中毒的患者 糖尿病的患者 还有脂肪肝 非不可逆的脂肪肝 肝硬化 还有病态肥胖 睡眠呼吸中止 还有各种精神神经疾病 阿滋海默症 巴金生死症等等 像这个睡眠呼吸中止 事实上 我有做一个睡眠呼吸中止专辑 它也是 睡眠呼吸中止 就是脑细胞 这个呼吸中枢 没有办法代谢葡萄糖 没有办法放出指令 所以你看它 睡眠呼吸中止 会引起很多 并发症 糖尿病 阿滋海默 失眠 代谢症 症候群 肾衰竭 都跟它有关 所以你看 这个树状图 这个树干的地方 就是百病同源 百病同僚 我们这个 下面的这个 奈米光能 热疗 清气 断糖 生酮饮食 还有抽血 找出这个 看不能吃的东西 这个就是我们治疗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不管你是哪一种病 基本上治疗的方法都是一样的 像这个肠肉 肺肉 脑肉 引起妥瑞 过动 一些精神疾病 肢体免疫等等 全部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医学 变成很简单 就是尽量简化 我们不治疗器官的毛病 我们只是把细胞里面的酸 跟自由基 排掉 我在经过漫长的 这个很多年的 这个观察以后 我发现 早期癌症的病人 他的尿域都是过减的 所以你改善 知道就是要让他的尿变酸 那么到了癌症晚期 尿域就会过酸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就跟大家说明一下 像这个患者 他本身就是扁桃腺癌 这个不是长在外表 是长在里面 由里面长出来 他的这个尿 你看就是8 酸减值应该5的 5.5以下 8 吸的轻就变少 他这个自由基还是很多 你看排不掉 偶尔排有时候又不排 所以这个就是很麻烦 那么他的初期 局部蔓延 这个时候 只有局部 还没有全身 你右手抬起来 这个是脑癌 你看他是脑癌 完全不能动 左手抬起来 你看他是脑癌 他也是尿 都是7.5 8 这个自由基很多 排不干净 所以说我们细胞内酸中毒 有些癌细胞 有些正常的细胞 没有办法活下去 他就会突变变成癌细胞 就像这个图一样 这个图就是表示说 局部的有一些缺氧的 氧气不够的 太酸的这个组织 里面有一些正常的细胞DNA 它要活下去 DNA就会突变 变成喜欢酸的细胞 这个就是癌细胞 那癌细胞 它长大以后呢 长到0.3公分 就有一些微转移 看它转移到哪里 就哪里障碍了 可是到了这个晚期 就尿疫就会过酸 像这些晚期的患者 像这个是肺癌 病发脑转移 他已经医师说 只能做化疗放疗 后来脑有6公分的癌症 转移 后来把它手术完 它就并发症 就是一直这个转移 一直渴一直渴 后来我们就给它 一直吸清吸清 吸清带着清睡觉 它的尿很酸酸酸酸酸 每天都达到黄金交叉点 把酸排得一干二净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肺癌的患者 你看肺癌末期的患者 它的那个细胞都是排很多酸 因为这个酸 就是无氧代谢来的 还有癌细胞本身就分泌很多这个酸 所以这个初期的患者跟晚期的癌症患者的酸减结是不一样的 你看我们给他吸了大概八九个小时的这个在保健馆里面体验这个清气 它的最后就是自由气 你看排到最后就没有自由气了 所以这个患者本来就是肺癌末期的 失眠内风湿 整个就是改善了 所以我们说癌症是这样 我们正常人这个无氧代谢不多 除非你是运动 就会无氧代谢 癌健康的人也是这样 比较没有很多无氧的代谢 可是呢 有一些人代谢症候群呢 他就是葡萄糖变成这个 会代谢成38个ATP 可是如果说无氧代谢的话 或者是他的代谢情况不好的话 可能就好像说车子 本来一公升油会跑这个15公里的 或者12公里的 变成一公升油只能够跑5公里 6公里或者2、3公里这样 就是说他的这个立腺底利用这个葡萄糖的效率已经不好了 一直在冒黑烟了 所以我们看这个人是全身是这样 还是局部 所以全身这样的话 就常常就是癌症末期了 细胞很多酸跑出来 所以我们身体就是要把酸跟G5G排得一干二净 这个就是我们治疗癌症的一个方法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奈米光能治疗 像这个 得到癌症的患者 我们会叫他生通饮食 打维他命C 还有就是吸这个氢气 每天都吸 待着睡觉吸 还有做热疗 因为35度 0.5度到41度可以热死癌细胞嘛 所以我们讲饿死 撑死 减死 热死癌细胞 好 这个就是我们对癌症的一个除了生通饮食以外的一个加强的这个处理 还有就是脂肪肝 大家都知道 碳水化污淀粉 它会变成葡萄汤 葡萄汤储存会变成肝糖 又会变成脂肪 尤其是储存在肝脏 你看这个正常的肝脏是这样 这个肝脏细胞里面挤了好多的油脂 这个油脂的一粒一粒的油脂 就是脂肪肝 那么脂肪肝到最后呢 常常就变肝硬化 可是肝硬化刚开始你也不知道 等到硬化的时候常常就是来不及了 那如果我们不吃淀粉 就没有葡萄糖 没有葡萄糖 它就不会变成 就是不会沉积在肝脏 所以说断糖生通饮食 绝对是可以治疗脂肪肝 很快的它就会消失了 不过呢 就是那个 这个蛋白质也不能吃太多 太多也会变成这个 葡萄糖 还有就是肥胖 肥胖也是这样 跟前面一样 这个淀粉会变葡萄糖 葡萄糖会变脂肪 那么我们如果说 断糖饮食的话 就像这个人 你看它很快的就变了这个 肚子就消掉了 像这个 这个不是怀孕 这个很确实知道是肥胖 所以不吃葡萄糖以后 脂肪就不会沉淀了 因为葡萄糖会变成 山川甘油脂 会变成脂肪堆积 所以说减肥的话 不是吃低脂饮食 而是吃这个断糖饮食 所以有关这个糖尿病也是一样 我本身就是血糖高 高得非常非常严重的 所以后来我就把我的经验 写了一个叫做 糖尿病不必吃药不必打针 如果你搜寻这个字 就可以看到我写了一篇 好几万字的这个文章 不吃糖就没有糖尿病 所以说断糖 绝对可以治疗糖尿病 甚至低行的 也是可以尝试 不过要比较小心一点 第二行的绝对是断糖 可以治疗好糖尿病 不过就是蛋白质会变成 氨基酸也会变成葡萄糖 所以说有糖尿病的人 蛋白质也不能够吃太多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一下 参考一下这篇文章 还有就是 牵涉到这个脑神经疾病 其实精神疾病跟脑神经疾病 神经疾病很难够 很难区分 大概两者都有很密切的这个关系 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 它很会代谢葡萄糖 很喜欢葡萄糖 那么有一些不会代谢葡萄糖 有些过度代谢葡萄糖 每一个地方的这个脑细胞 它对葡萄糖的感受性都不大一样 比方说像这个强迫症的患者 我们给他照PET 一阵子扫描的话 就发现这个前额这边 过度代谢葡萄糖 还有精神分裂的也是 很多这个左边这个健康人 这个是过度利用葡萄糖 有些像这个忧郁症 没有办法代谢葡萄糖 还有阿塞摩症也是 所以说你看我们各种的疾病 我们就是百病统严 百病统疗 我们这个断糖生酮 就可以治疗好很多很多的这个疾病 加上氢奈米光能治疗 还有就是睡眠呼吸中止症 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 断糖生酮饮食也非常的这个有效 所以说一般传统的这个 睡眠呼吸中止症治疗 只能够带CPOP 或者开到一些没有什么效的手术 那么我们就是把这个断糖以后 脑细胞就会放出好的电波 因为脑细胞没有办法代谢葡萄糖 我们要把它改换燃掉 换成这个燃烧桶这样 还有自体免疫疾病也是这样 比方说我们这边看一个 这个很严重的这个胸腺瘤的患者 它这个是它这个排酸排自由基的这个情况 这个是内视镜下面的这个胸腺瘤 开出来是这样 大概四公分多的这个胸腺瘤 因为它是瘫痪型的 它不是眼皮脏不开的 它就是一没有吃那个大力丸 就会很严重的就会全身就瘫痪了 那么它的抗体 这个以锡兰碱的抗体很高 高到九百多 医生说很少人这么高的这样 那我们给它做这个 请它去吸这个清气以后呢 最后它这个自由基排 排到排光了 你看第二次呢就很少自由基 其实这个患者他后来就没有来复诊 按照我们的方法 因为他住屏东 我们在台北 那么就有一次呢 我就看到他的有一个人就把他名字写上来 说是他推荐来的 我说这个某某小姐是你的什么人 他说是他媳妇 他媳妇推荐他来给我看一些过敏 带小孩来看过敏的 那我就问他说 这个某某小姐他有没有好了 他说完全好了 我说完全好什么意思 我说他有在吃药吗 他说连药都没吃了 我吓了一跳 我想怎么 重症极无力 大力丸吃到最高剂量还是没有效的 既然可以自替免疫疾病吃生酮饮食吸清清气 既然可以好起来 这个让人家感觉到非常震撼 连我自己都有一点不大敢相信 还有就是这个阿茨海默症也是这样 阿茨海默症分早期中期晚期 在美国阿茨海默症学会 他是认为说阿茨海默症是一个原因不明 比癌症可怕的疾病 没有药物可以治疗 也没有办法预防恶化 是美国死亡原因的第六位 因为阿茨海默症 它叫做第三型糖尿病 是脑细胞没有办法代谢葡萄糖 那么脑细胞没有办法代谢葡萄糖 大家看左边这个是一个正常的BET 能够代谢葡萄糖 右边的这个是阿茨海默症的影像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个案 就是有一个患者 他73岁 他非常养生 那什么叫做养生呢 就是说第一他吃素 第二他根本就不敢吃油 他认为油是坏东西 他连这个吃东西都要把食物 先把油洗掉才吃 所以他是恐慌 忧郁失眠 糖尿病16年 医生叫他去洗肾 他说B1很高 他来的时候呢 就是非常恐慌 他算是中期的这个 初期到中期的这个阿茨海默症 他脑波是这样 那我们给他 起初他来到这个诊所的时候 非常抗拒 做任何治疗 后来我们就给他灌了一些 就是脸孔带骗的 他妹妹骗他喝了一些油 然后体验了一些亲戚 然后就回去了 结果第二天他自己要求 要再过来这样 要接受治疗 结果呢 我们后来就 治疗了两个礼拜 体验亲戚以后呢 他的这个脑细胞变成这样 几乎是完全正常 后来我们追踪是完全变正常 他这个脑细胞在 BetaPol57的变172正常 AlphaPol227的也变成662了 几乎完全正常 那么他的智力神经也是变得好很多 还有这个BUN尿素蛋 正常是23嘛 但是尿毒82 计算肝3.0 最后呢 过了十几天 尿素蛋就变成44了 计算肝也变成 由3变成2.26这样 所以就暂时可以不用去洗肾 我想他应该永远不用洗吧 如果有吃到好油的话 所以 我有做了一些阿茨海默症的这个视频 我觉得阿茨海默症一点都不可怕 其实是可以一防二化的 也不要用药 无药可治 因为不要用药才会好 这个是我们的slogan 所以 断糖生通饮食 虽然它很好 可是推广上好像很难 那因为很多人会唱反调 因为整个社会 它最深什么生通饮食 好像都搞不清楚 定义 因为我是把它定义成 长糖低糖断糖生通饮食 很多人以为生通饮食就是断糖 其实不一定 所有的饮食都要生通饮食 长糖生通饮食就是救命饮食 可是你讲到断糖生通饮食 很多专家学者多数都不认同 很多这个 我的患者 跑到这个医学中心去再看 医生就警告他说 你绝对不能吃断糖生通 会出毛病 会死人等等这样 还有就是大部分的书籍 台湾本土的生通饮食的书 好像还没有看到 大部分都是翻译的错误百出 我是一个临床医师 做断糖生通饮食 自己吃 也请患者这样吃 所以我就不得不说出面来做写一本书 这个 我的书名可能叫做 不要叫做断糖生通饮食 我是想要叫做 这个 长命 害命 跟这个救命饮食 这样 其实 市面上 生通饮食的书很多 比方说 还有人推这个 吃肉减肥 阿基饮食 还有人说 糖是有毒的东西 这个真的是胡说八道 糖怎么会有毒呢 这是你的吃过量才有毒 很多 还有一本书写说 断了糖就可以得到健康 这个真是妙想天开 你断了糖又不吃以后那会饿死的 所以 这个 与儿传儿 这个很多书 都写错了 真的 所以我们这个资讯时代 写的人很多也不是 有什么经验的 就妙想天开 再写一些来 这个误导人 还有就是医护人员 也是文童色变 听到童就以为会童酸中毒 比方说 这个还有一个 什么医师营养师联手推荐的一个网站 他们这样写说 哇 吃酮 吃这个生酮 你是会脱水 呕吐恶心 厌食 阴穴 影响心脏功能 还会死亡 我常常有患者也接到这样的一个警告 其实这个是一个绝大的错误 当然 很多人一吃到野后就会脏气 一吃到野后就吐 吐到干干净净 一吃到野后就拉肚子 吃得很恶心 很想吐 其实包括我本人在内 刚开始吃油的时候 还要用这个泡菜 可乐 林卡可乐 咖啡来压 最后用韩国泡菜来压 就才压得下 那后来就习惯了 习惯了就觉得很舒服 越吃越舒服 其实很多人以为是负作用 其实是暂时不适应 未尝到以为那个是坏东西 就把它拉掉吐掉 还有更离谱的就是说很多法定健康专业人士 所谓法定健康专业人士指的是谁呢 就是像我这样的医生 还有营养师等等 那比方说我不要讲别人的坏话 我讲我自己好了 我以前也觉得还蛮无知的自己 自己不但乱吃 以为吃得很健康 吃了大量的淀粉 几乎没有吃到什么油 那其实我们以前在职业的时候 看到病人的酸酸甘油脂膏 我也会像很多这个医师 现在的医师一样 甚至医学中心的医师也是一样 哇你要吃药 酸酸甘油脂要酱 少吃油 然后看到胆固醇过高 赶快开药开药开药给人吃 就说哎呀你要吃低脂饮食 不然胆固醇会高 还有什么低密度高密度 什么比例不对 你要吃清淡饮食 还有看肥胖的人 你要吃低脂饮食 完全错误 你说我们的健保怎么不亏损 以前刚开荡的时候 两千亿就够 现在五千亿还不够 因为我们专业人员都错了 我们专业人员都叫人家吃药命饮食 没有吃旧命饮食 没有吃这个饱命饮食 长命饮食 所以我也不知道 以前我自己错了 我现在自己知道错了 跟所有的人说抱歉 我错了 可是现在还是有百九成以上的专业人员在犯错 尤其是有一些提倡圣通饮食的 书还在市面上流传的 这个什么肉吃的多 这种饮食 像阿基饮食 还是有人在推广 书还是照卖 很多人也照吃 自然 素食就更多了 素食很多人都是吃素吃错了 我记得以前我有一个朋友 他跟我说 我儿子 喂食到内流 在出家 还有喂食到内流 还有半磨脱锤 不能够 无法睡觉 非常严重 后来我就叫他一天120cc的这个Omega369吃下去 两个礼拜就好了 所以说油脂非常重要 真的有时候我不知道要跟人家怎么说 油吃的不够 就是健康就出问题了 像这个左边这个是错误的 被我打叉叉了 大家把这个 素食食物指引要颠倒回来看 油脂要多 希望大家能够赶快改过 不然吃素 吃素 油脂吃不够 就是一个最大的灾难 当然另外一种灾难就是这个 低脂饮食 是大量蔬果的这个葛生疗法 这个不得不提出一点批判 这个疗法其实百年前的东西 应该要改过了 不能够再利用 所以说我们人吃这个生酮饮食 断糖生酮饮食 如果不见得一定要断糖 长糖就可以的 你只要淀粉不过量 有些人这个淀粉 碳水化合物 占能量百分之八九十 一百甚至一百二的 一直吃甜食 或者有人大量吃肉的 这个蛋白质占了百分之七八十一百 用吃消化都消化不完 而油脂反而吃的少 那现在我们整个观念要改过来了 你的油脂好油 吃到百分之七十五 都没有关系 这个就是断糖生酮饮食 真正的意义在这边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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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